消防队员和警方协助减伤联盟将老翁送一记者林昭章翻射分享 台铁1127次区监车今天早上8时20分进入新北市树林区山家火车站时 突然有一名年约70岁的老翁自行从月台跳下轨道 幸好列车紧急刹车没有碾过 消防队赶抵将跌倒撞伤的老翁送一没有生命危险 这起事故影响三列班车约1030名旅客的行程受到耽搁 警方调查这1127次区监车司机员转述 证明7巡老翁趁列车进站时从大跃一五公尺高的月台跳下轨道 索性列车及时停下 许多其他旅客目击过程下的尖叫连连战务人员 连忙通报消防队把老翁搬上月台减伤 外表颈头部和身上多处擦伤 意识人很清楚 连忙由救护车送往板桥亚东医院 至于跳轨原因人带了解 这次事故使下行列车受到影响 台铁立即安排1127次区监车的旅客转由1133次列车接驳 并于上午8时47分恢复通行 上行列车没有受到影响 列车及时煞停 没有拈过落鬼老翁 消防队员或报赶底将他搬上月台 记者林昭章翻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